梅根和哈里在被炮轰 英国人不欠你们一分钱 王室资金支援孔中断 也并没能扭转梅根的口碑 如果梅根和哈里真如他们所说那样 凭自己本事住大房子赚大钱 稍微蹭点王室热度未尝不可 意味钱的是 梅根和哈里又被一个叫Graham Smith的CEO给炮轰了 他说我们不欠你们一分钱 这个Graham是一家反王室组织的总裁 他本身就不认可王室成员 光拿钱不办事的行为 更别说已经离开王室的家属 说好的经济独立 就是靠着哈里王子 旅提戴安娜王妃演讲赚钱 梅根出书讲述他在王室不愉快的日子 Graham还提到梅根说 自己与哈里王子的婚礼 为英国旅游业带来了10亿美元的增长 这也就意味着老王子 可能无法像往常那样接济儿子和儿媳妇了 哈里王子和梅根的资金支援恐怕要中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